大家好,我今天和大家示範一下 平常的Deadlift是怎樣做的 為什麼我們會做平常的Deadlift呢? 因為這個動作是我們重力之王 可以訓練到整個身體 連你的頸、腳趾、肌肉都在訓練 而且訓練身體的組織 可以增強你的力量 令你的腰式好看很多 當然我們主要是訓練到骨頭、肌肉、肌肉的位置 腰部一定要、背部一定要 所以其實什麼都會訓練得到 如果你 master 了這個動作 對於整體平衡的發展來說是非常之好 首先我們設置一個BAR在地上 我們會用最輕的重量5kg的頸 不要去到negative的位置 不要太低 首先第一步 我們就要走去G-BAR的前面 G-BAR就是你的小腿頸骨的位置 要離開G-BAR大概是半個Fall arm的位置 4吋左右 OK? 我們的腳就是HIT WIT 然後度好手位 眼望G-BAR 手不需要太開 也不需要太窄 如果太窄的話 會阻礙自己的動作 你會坑到腳 所以不要太闊 太闊 你很難接觸到背部肌的LAT 然後記得每一下都要尊重G-BAR 我們一定要準備好吸氣 吸緊到下腹的位置 即是你的下腹的位置 即是你的下腹的位置 然後眼望上面的 拔開肩膀 然後踩著腳 踩著地上 上來 做的時候 我們的手是要拍住G-BAR 要貼著大腿的面 千萬不要鬆了 鬆了 鬆了即是沒有接觸了LAT 對於我們的下腰背和CORE 是很傷的 所以如果你發現自己的手搖走了 就是你的重量要減低 又或者你要加強你的背部訓練 OK 另外說一說 不是這樣包著 因為這個我發現 不是很適合我自己用 因為很痛 OK 我寧願用Strap 所以我就是這樣包著 Grip的Strength 對於我們的訓練來說 很重要 如果你可以的話 30kg以下 特別女生來說 你都可以不需要用Strap 如果真的太過重了 怎麼辦呢 都是用Strap 會比較好 好了 現在開始做了 首先我示範一次 我們量好手 Shoulder width 然後下去 其實大概在你的小腿 肩膀的外側位置 開始做了 首先量好位置 然後包好手指 握好 眼望前 我們永遠眼望上 我們身體的Angle 你會看到我的Shoulder 剛剛好是遮蓋到 那支BAR的 OK 不要太過前 太過前 即是你的屁股太高 我們不要太過厚 太過厚的話 你勉強到你的腰會很累 而且有機會弄傷 你會看到我原始的位置 我的Shoulder 剛剛好在BAR的前面 然後我的Hip位 因為看你的Torso 和你的腳的比例 我們的Hip不會那麼高 那麼高的話 我們Lavage 我們的下腰背 會非常地累 很容易地咬住背部 我們做的時候 你的Pelvet Balm 你很想是挑去天花板 OK 然後腳掌用力踩抖 你千萬不要捏在後面 否則你的肩膀 就會在BAR的後面 那你後面的時候 你的整個力距 力是不同的 所以你一定要很留意 自己身體的Pelvet 的位置 好 我們打開肩膀 然後感覺到腳 好像引開地面 另外我們做的時候 當支BAR離開地面 我們要打算把屁股推回前面 然後把屁股推回後面 然後把屁股推回前面 而不是打算把身體分前接 這個又叫寬腳關節鏈 Hip Hinge 另外我們要打算 硬開地面 不要打算拉屁股上來 如果你打算拉屁股上來的話 你的人會不會太專注 在腳上撐走地面 所以我的技巧 是會打算把腳撐走地面 而不是純粹拉屁股上來的 還有怎樣去接觸我的腿 就是我很想咬斷屁股 你想像是可以被你咬斷的 雖然實際上它是不會斷 但是你一定要這樣想著 你要接觸你的相應部位的肌肉 我們可以斷腳 因為斷腳比我們的身體感受到 地下是會好一點的 如果你太厚的鞋 或者是你有空的鞋 你會回軟得很厲害 那就對於你的訓練 就沒有那麼好 你的穩定度就沒有那麼高 希望大家可以在我這段影片 夾到少少收穫回家 你可以回去自己的健身裏試試做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DM我吧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定期都會放些訓練的短片 還有我的日常生活 好多謝大家